另外看到市民代表平岛布定针对地震灾户的补助申请提出意见 他建议是公所应该要设计一个震灾的懒人包 让民众可以直接在公所的网站就可以获得完整的信息 另外平岛布定也要求落实部落聚会所的管理维护 不分族群大家都能够好好来使用这个场域 市民代表平岛布定针对地震灾户的补助申请提出了意见 他建议是公所应该设置一个震灾懒人包 让民众直接在市公所网站就可以获得完整的信息 花莲市是重灾期 但是我们看的官网大部分都是花莲县政府跟吉安乡 那相对来讲我们震灾方面就被边缘化 但是实际上来讲我们花莲市做了非常多的灾难补助跟慰问这方面 那我是希望是说那市公所在这一方面让我们的族人跟市民能够了解上 我也希望是说我们花莲市的市公所官网能够迫上一些该有的资讯 甚至于来人包 另外平岛布定也要求落实部落聚会所的管理维护 不分族群大家都可以好好地使用聚会所的场域 管养单位能够跟汉人能够有些协调方面 毕竟这个土地是大家的使用权其实是大家的 虽然是使用以原住民的优先 但是在平日的使用方面能够管养单位跟我们的市民在使用的方面能够做一个协调 而不要因为一个机会所的成立而造成汉人跟原住民的互相相宴 我是期盼说原刑客跟市公所在这方面能不能多跟族人跟管养单位 跟甚至跟市民能够很清楚告诉他们的责任跟义务 对于代表的质询 市公所科室主管也都予以详细的说明与回复 解论会幻视报导 不知道